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国唯一的爱玉馆 4月7日在桃园区正式揭牌 开幕活动现场还特别邀请了当地长者 进行布农族语的祈福仪式 透过圆明会与高雄市政府 一起推动产业发展 筹备2500万辅导建立原乡山赖爱玉的品牌 并在一年时间修建完成 搞搞山赖爱玉馆 桃园区的爱玉 那跟我们还有 这个可以说是我们爱玉的故乡 就好像日本话有一句叫 爱玉斯德鲁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这个布农族的 我们的族人也非常的热情 所以也欢迎大家 来享用我们这个爱玉斯德鲁最好的爱玉 透过这个爱玉的故事 或是这个桃园区的农业的故事 置入一些我们的文化的故事 让民众可以来到我们桃园区 可以感受到它不同的一个理由景点 不同的故事 山赖爱玉馆内将会展售三园区的农特产及加工食品 并让在地爱玉农使用馆内生产机具 打造自产自销的区域 让游客能够亲身体验和深入了解爱玉文化 让近来桃园区游玩的民众 能在馆内买到桃园区的农特产品 山赖爱玉馆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仪器 就是植购乙 那这个植购乙可以用科技化 数据化去做一个检测 让出产的爱玉透过这样的一个植购乙 能够检测出来 让民众购买到我们桃园区的爱玉 都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农民过去多以日晒等方式制作爱玉 馆内的烘干机等设备 能让农民避免气候不稳 滋生虫卵等问题 还有炒石 碳化等设备 充分利用爱玉壳等农业废弃物 多元化利用 让农民之道提升效益 永续农业经营 并发挥教育意义 有着高雄市外桃园之称的桃园区 栽种出许多农特产 不只有全球独一无二的山赖爱玉 青梅产量也是全国最多 还有芒果之王之称的金黄芒果 也是桃园区的特产 种植海拔1200公尺以上 宝山原生山茶 更是值得一试 爱玉是很特殊的 那在台湾呢 好像全世界 好像听说只有台湾有这个爱玉 那就我们桃园区的爱玉的品种 以红酒 还有就是原生的野生的爱玉的品种 来去做这个培育的 所以在品质上 我们都有非常好的品质 山赖爱玉主要是要结合我们的布农族的文化 那其实因为我们桃园区既然有这么多的爱玉产值 我们也知道布农族有天赖布农 布农族的八不合音 那借用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的这种行销呢 来置入在我们的这个爱玉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就取消山赖爱玉 希望它跟我们的这个布农族的文化特色一样 特别的独特特别的优美 高雄桃园区运也是桃园区一年一度的运动盛事 透过不同族群文化间的交流 为赛事带来更不一样的风采 也让高雄原乡特色让更多人看见 在人文产业 在历史上 其实我们都有很丰富的这个历史产业 所以我们在未来不仅是在产业上面 在未来我们也在推动我们的观光 我们的历史的故事 在地台湾的历史故事 爱玉为桃园区的第二经济产物 透过山赖爱玉馆的营运 深化山赖爱玉纯净原香品牌的形象 进一步拓展爱玉的应用领域 吸引更多消费者的关注和喜爱 未来希望让高雄桃园区的爱玉走向世界 成为台湾迈向国际市场上的一个亮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